爱从接纳自己开始 作者巴冠 在关系里面有两种主要的需求 就是爱和被爱的需求 我们在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 所有的成就地位 都是在追求这两种需求 会无条件爱你的人究竟在哪里 让我们先看看第二种需求 被爱的需求 在我们有意识到自己的那一天开始 你就在寻找 会无条件爱你的人 无论你是些什么 漂亮还是丑 聪明还是蠢 你都在寻找 会热情爱你 而且只是爱你的人 小时候 你从父母或者养大你的人 那里寻求这份爱 你希望从生命一开始 就是被父母传言和热情地爱着你 希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最爱的就是你 你很快乐地相信这一点 在你流口水 对着将桌 去到打私益 在咳嗽的时候 甚至咬出食物的时候 每个人都笑着在那里说 你是多么可爱 有一天晚餐的时候 你看到父母 更加注意你年幼的弟弟 一个忧伤的念头 开始闪过你的脑袋 他们不是我独有的 或者父母是更加爱我的弟弟 于是 你再次发出笑声 打私益的声音 将果冻套在地板上面 你要试探你的父母 这一次妈妈却说给你听 你长大了 她厌倦清理你的烂摊子 但同一时间 你的弟弟在那里打私益 打烂了那些茄汁豆 每个人都依然拍手和大笑 你对爱的追求 痛苦地失败了 你了解到你父母 只是爱你一个人 是不可能的 于是 你到其他地方 寻找那份爱 你去到学校 寻找爱你 而且只会全然爱你的朋友 你终于找到了他了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是有一天 你看到他 拥抱着自己的妹妹 他们 撇脱了你 丢下了你 他们一起去看电影 你再一次感到 追寻失败了 于是你转向你的老师 成为他最优秀的学生 直到有一天 你得到了丙的成绩 老师狠狠地骂了你一餐 对爱的追求 又再一次走入了死胡同 后来 你遇到生命的伴侣 你对自己说 对了 他会很热情地爱我 致死放幼 有一段时间 在那份爱里面 你觉得很安全 直到你结了婚 在家庭纷争里面 他站在他自己妈妈的一边 而且越来越喜欢 在办公室 而不在家 你生了一个孩子 哦 你心里面想 我会以爱去灌溉他 然后他就会完全地去爱我 而且只爱我一个人 你开心了一段时间 但当你抱起婴儿的时候 他放声大哭 而且显然 他更加喜欢被你丈夫 你妹妹 雜货店的老板陌生人 或者几乎其他人的拥抱 他不再喜欢被你抱住 所以你又生另一个小孩出来 这一次 什么都很美好 直到他八岁的时候 他不再喜欢父母的陪伴 后来 你的孙出世了 有一天 他不再肯花时间跟你一起 跟着你开始养宠物 继续追寻爱 不断地追求那个爱你 而且只是爱你一个的人 传言去爱 和被爱这个需求 不断地驱使你 然而 不知为什么 你从来没有遇到一个 传言爱你的人 有一两个时刻 你仿佛好像经验到这份爱 但当你想永远拥有这份爱的时候 你的心却再一次失望 你的心再一次破碎 爱就这样静静地 这样消失了 我们永远无法从别人 体验到全然的爱 我们永远无法从别人